我是一个生意人 所以今天请你来 想看一看 我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看来是误会 那赶紧再打一次110 解释一下真是误会了 是这样 误会 全都是误会 幸亏我反应快 要不然这误会就大了 我跟你讲怎么回事 就是那天 我跟谢吴迪 去那个创业市场 好吗 捡谁 就谢吴迪 就那个吴迪谢小偷 我们去创业市场 捡一小孩 然后把那孩子送过去了 送到他父亲那儿 结果我跟他父亲 还有一些摩擦 我看不惯他对孩子的态度 后来你知道 他父亲是干吗的吗 这孩子的父亲 是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总 他看上了 我送给他孩子的 那个复古玩具 非常喜欢就要找我 这不就几经周折 就找我 就就因为这个了 听明白没 然后他现在是希望 我能跟他合作 一起来投资 做复古玩具的事业 听懂没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希望 我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出一个简单的策划案 如果我个人有意想 而是这个策划案 被他们智囊团所接受的话 他就投资 给我做公司 初期他占大股 我以技术性格入小股 等慢慢地公司做大以后 他再逐步地 把一些股权 转让给我 听懂没有 如果 真是这样的话 那真挺好的 那当然 不但你自己的事也能做起来 而且还能把 钱银行的钱提前还上 是啊 这么看 是好事 那绝对是好事 不行 什么不行啊 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就不行 我全都听见了 你别忘了 你跟我们公司 是有合约在的 是有合约啊 这应该没问题吧 在说签合同之前 我就说清楚了 我拥有我自己 原创设计的主权 我那挂着那个 菲利那创作师 那不就是我的表面态度吗 你们应该无权干涉 对不起 戴先生 有一点 你好像没有搞清楚 是 你作为原创设计师 这个身份是独立的 但是同时 你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在旅行合约期间 请你恪守本分 恪守本分 我怎么听说 这个特别像教授会 批判父女的词 我是在恪守啊 这该帮的忙我都帮吗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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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坐 人家谢总的意思就是说 你那边不是八字 还没一撇吗 招什么急啊 那需要从长计议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就把公司 公司该办的事情都办好 人家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我看是把工作之外的情绪 带到工作上来的 说白了 我就是希望你别太把自己 当回事了 跟投资公司合作搞事业 凭你的脑子 我告诉你会玩得囤囤转 最后只能低着头 跟着市场走 跟你现在做的有什么区别吗 没区别 所以我劝你 老老实实的 别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 什么叫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 哪个是碗哪个是锅呀 我脑子怎么了 就算你们是碗 那现在这个碗我不要了行吗 反正你们也看不上我的设计 就这个周边设计 你们满意过吗 哪个满意 哪点满意我改 我改 改了你们满意吗 不是什么地方都满意 是哪儿都不满意 对吧 行 你现在不满意我还改 我改到你们满意为止 完成这种工作我就走人 我就辞职我不干了行吗 带古顺 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 我告诉你谢晓诺 我就是一盘菜 而且是一盘大菜 我就是要干自己的事 他们下周末要投资人聚会 邀请我去参加 去见他们团队 我本来没想好是不是答应他们 但现在我觉得我要答应他们 我干吗不答应他们 我凭什么不答应他们呢 我干吗在这儿受气 不许他 你看 这挺好的事情怎么 怎么好好商量嘛大家 你看 陈生 nood我告诉你 你这是在动用暴力进行管理 任何一条劳动法 都不会允许你这样 你说你三十几岁了 怎么弄的像更年期史的 你不觉得自己很神经质吗 就不说话 带古顺 我现在警告你 我们是一家大公司 任何事情都按流程办事 你想辞职是不是 好 没问题 先履行完你一年的合约 再说 你是我们公司 白纸黑字签的员工 请你尊重你的身份 也请别给我还有哈女士 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谢谢 这什么意思 他刚才说那话 希望不要 给他和哈勒女士 带来没必要的困扰 什么意思 这个没必要的困扰 是指什么 他想告我吗 我卖给他们了吗 他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干吗要这样 突然发皮肩 你问我呀 神经病 今天咱们全家都到齐了 欢迎庆娘来咱们家里 特别高兴 来 大家一看 来 欢迎 欢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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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丰富 谢谢你们啊 太客气 太客气 来 来 多吃菜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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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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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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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小米 多给你做点好吃的 爸 明天一大早 我就去排队挂号 完了 让小米带你去看病 我送吧 我有车 明天我送伯父去医院 不用您那么忙 不行 公公骑车去就行了嘛 是吧 那怎么行啊 您腰疼 行动不便 我去送 要我说呀 你们这个私企啊 上游老板下游员工 这么多眼睛盯着 还是我这客气户方便 我送您老去 谢谢 这就不麻烦大家 来 吃饭吧 来 来 行 来 国庆 没纸巾了 再拿一份 把这拿走 来 来 吃点这个 吃点这个 来 吃点这个 来 来 吃点这个 来 来 来 去 这 这个菜挺好的 欣贴的 要我说呀 这咱们一家人哪 就数三能干 你说一个女孩子家 自己打拼 一天到晚起早贪黑的 多不容易呀 赚不少钱吧 买房了吗 没赚什么钱 买什么房啊 那可不行 一个女孩子家 没衣没靠的 那哪行啊 这就跟咱在农村 当农民的没块地 这不一个道理吗 不踏实 妈 那个小诺还没陈家呢 不着急买房 吃菜啊 吃菜 吃菜 对 越吃越有快呀 我看新闻了 说你们城里的房子 长得老快了 你看 在这北京 上海 这普通百姓人家 哪能买得起房啊 三啊 你三十了吧 听伯母一句话 这事得快 要不结个婚 要不买套房 有一样啊 这心里就踏实 别到后来 这两样都没捞着 这辈子不就瞎摆坏了吗 我说错了吗 阿姨说得对 特别对 对对对 那个阿姨 您吃豆腐 豆腐清口 来来来来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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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来来来 所以我说呀 这房子又赶紧买 说句不好听的 你不能靠你妈 一辈子吧 妈 我跟小米还没买房呢 你这不是 笑好我的吗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那套房子 要不着小米当时回孕 想在亲家母这住 有个照应 那不就早买了吗 再说咱家那套大房子 那可是你的呀 你姐有她婆家 咱管不着 清清母 您这话可就不在理了 现在闺女和儿子 不都一样吗 你看国庆 刘易 我们这都跟 当亲儿子似的吗 对对 你看刘易在外边有房 可是还不是 跟大家一块住 是是是 就是嘛 她没见过世面 不行 那关键都跟不上吧 来来来 咱们吃咱们喝咱们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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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们合作 老板 那边有位客人调戏我 四座多庆谁调戏你 你 这是你的调戏 干嘛 快去 快来 还调戏你 还有什么调戏的 来 走啊 老毛 走 那我问你个事 你说你的员工 你要就是很看不上 你 你该怎么做 那能怎么做 那是 开了呗 就吵着鱼 对吧 对 那你会不会 动手打住他 那去哪 那不能打人呢 他说你把自己的员工 那个 把老马呀 说的就是 我告诉你 可是谢小诺呢 他打我 他打你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就我刚才跟你说 投资人那事 他听说以后 大发雷霆 居然用夹子砸我 我太狠了吧 你说这个事 就算不是他介绍的 不是他推荐的 那也不至于 这么嫉妒犯对呀 他什么心里啊 最近你知道 我对他怎么样啊 我教他做好吃的 是吧 我勤勤恳恳地 帮他做周边 就是看我不顺眼 你说你要是 觉得我做的东西不行 你要不喜欢我 你完全可以开了我 就是 你干嘛要用我呢 听说我要走 干嘛要大发皮架 啊 至于我当干 我会不会吃亏 我会不会被别人受骗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神经病 这你可能就不懂了 我跟你说 你上司 要不这样的话 只有两种 哪两种 这第一种 我跟你说啊 就我上司 实 实 实虐了 这种人 就控制于极强啊 知道吗 他就喜欢你 看着你 王一世鼓掌之上 你啊 被压倒 被催洒 被蹂躏 被践踏 被凌远 行 行 行 说另外一种 那就是喜欢上你 我宁愿是第一种 逼分 好好好 你说第一种 就第一种 行啊 你再帮我分析一下 就现在 我刚才跟你说那事 就这个 这周末投资人聚会的事 我到底该怎么做 这 这事你得跟哈勒上来 你跟我说没用吗 哈勒劝我 去 说这是机会 让我先去看看 参加那个投资人聚会 先探探那边 整体团队的口风 那你好已经应该去 你还说得对 那你们确实去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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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了 反正我先把这次活动 做完再说 也行 小诺 进来 小诺 姐 今天 不好意思啊 怎么了 国庆他妈妈说的那些话 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事 我都没当回事 你知道 结也有难处 我知道 知道就好 那我先出去了 嗯 还有事吗 有个事 我想问你 你说 你到底 想不想结婚 你这不过 这不过 我都没问你 我都没问你 那你 没问你 我看到这 就不过 你不过 我没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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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过 我没问你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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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 来 来 来 没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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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吧 快别干了 这刀上的活也是你干的 妈 你还别说啊 这切了根肉收拾个鱼什么的 这儿还没人比我强 知道你会干活 那也不能啥活都干呢 女人的活你也抢着干 去 去 妈 这是什么缩道啊你这是 亲戚伍 国庆还真是个好孩子 我这厨房里的活啊 没少帮我忙 国庆 小心点 别削着手啊 放心吧 怎么了 亲戚伍 快快 国庆 穿可踢 快快 穿可踢 没事 没事 快 擦擦擦擦 在家干活啊 刮个口子 弄个脾气什么的 没事啊 常事跟我一样 是 你说干这家务活哪有个伤着的 你说咱们女的啊 这么细心 这么细心的手巧的 她还免不了磕磕碰碰呢 你说男人干这活 能让人放心吗 你说得太在理了 我们当年老谢在的时候 根本连个葱皮他都不会包啊 我也不让他干 你说越干越添乱 他呀男人就得干自己干的活 这话说得对 你看我们国庆啊 这做学问呢再行 干别的就差了点 其实吧 我也没让他干啥 他呀 是因为你来了 想表现表现 是 国庆啊 你那窗口踢扫的了 来来来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你帮小战 跟周在 你帮你 你帮我 好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看看 你自己的路口 各位同志们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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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爆出血汗的时候 终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心里还是没底 这大夫是我学生的一亲戚 应该差不了 至少也没坏处 妈问你 在你媳妇他们家 是不是把你当劳力了 妈 你说什么呢 别不承认 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 是 假如活呢 我这干一样 但是谁干不是干了 谁不干都得干嘛 我也爱干活 这男人哪 是应该干活 可也得分开这么活啊 不是什么活都干的 你这个样子 我非常生气 好了 妈 我这小伙活以后不干了 行了吧 说话算说 对对对 你说他们家那么多闺女 那哪个身身手 不不是应该赢分的 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好欺负 好使唤 不能灌着毛病 我知道了 妈 我以后绝不会给你丢脸 行了吧 哼 咱们汪家的男人哪 到哪儿都得活得有面 知道吗 去哪儿啊 看没 谢总 这是周一去参加 周边博览的软档 这一看 这么快 就是这周末 希望您能赏光参加 这周末就是后天啊 可是第二天 我们有博览会的活动 不会影响工作吧 不会 不会 向您学习 一定不会 行 我会去的 对了 对了 那个 千万别告诉戴古顺啊 对了 好 我知道了 请便订了 去 打扶 便订了 请便订了 去 打扶 你打扶 来 这帐 我现在要看 你打扶 快送 来 задач 火花 我现在要进去 我这就过去 老头子 感觉怎么样了 还行 就多叶小了点 没过意 妈 这把火灌的效果未必好 而且容易伤着皮肤 咱以后就改烤店的吧 是啊 都拔死了 这中药熬好了 等凉一凉 让爸喝了 好好好 国际 去哪儿了 头有点晕 想去医院那边坐 妈 你和我爸爸这火罐管用吗 放心吧 我这是老手艺了 赶紧去菜场买菜吧 天不早了 去晚了就都是别人挑剩下的了 你不去买就完了吗 再说你们女同志也擅长砍价 这平时买菜不都是你砍的价吗 这买菜啊本来就是女同志的事 不光是买菜 还有买肉买鱼买鸡买鸡买鸭 回来炖肉炖鱼炖鸡炖鸭 这都是女同志的事 还有这个就像这墙上的蜘蛛网 地上的废纸线 还有桌上的油腻 窗户上的泥点子 还有厨房里 等待洗刷的锅饵瓢盆 院子里需要处理的乱石碎瓦 那都是需要你们的女同志 随时就看到眼里 马上就把它清理干净 我说你是不是新开的什么 供选课呀 让你买菜去你就买菜去呀 哪有那么多话呀 我 我没说什么 不懂你再说 我说话不管用是不是 说一句顶十句啊 赶紧去 赶紧去 像个正非啊 那是 对了 小米 记得买半鸡蛋啊 就那种颜色比红皮鸡蛋浅 又比那白皮鸡蛋颜色深 大小比那肉食鸡蛋小点 大概是一斤十一个左右那种啊 别让人家用那个刚下的肉食蛋 把你给蒙了啊 知道了 汪大教授 这臭小子 浓报这行还样样精通呢 那是 稍能深巧嘛 我的意思是说 别看我不干这些活儿 但是心里你得清楚这些事怎么干 我这点能耐 还是爸妈叫做用方 那是啊 我儿子啊就是心灵手巧 能文能武 行了 妈 那你陪我爸待会儿 我去院子里转转 好好好 好 给你 我 我 因为你 那你 就 我 就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有 好 谢总 这次活动结束以后 老黛在你手上的任务 是不是就全部完成了 对 哦 这是三位设计师的简历 谢总 您看一看 谢总如果觉得满意的话 那这三位设计师 可以直接进入公司 至于老代那边的交接问题 我比较熟悉 我可以帮他完成 对不起 我不太明白 是这样的 谢总 这周六呢 老代就要跟投资公司团队见面了 如果顺利的话 我希望谢总能够批准 老代辞去周边设计师的职务 给他更多的原创设计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机会 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是问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同意戴果顺辞职 就意味着他不会在你身边 你就少了一个帮手 冒昧地问一句 谢总交过几个男朋友 这跟我们聊的 有什么关系吗 那您觉得 男人最不想放弃的是什么 是追求和理想 你看戴果顺这个人 四十多岁了 一穷二白 带耳朗当的 什么都没有 没钱 没车 没老婆 现在连房子都快没有了 那您觉得 他活着 支撑他快乐的意义是什么 好 当然了 我知道在谢总眼睛里 他就是一个 很蹩脚又执拥的设计师 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 玩具设计师 就是他的一切 我不想剥夺他的这种快乐 我不想让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谢总 老代现在就在办公室 您要不要跟他 那么多长牧场 如果我拒绝呢 谢总是明白人 俗话说 做事情不能做得太满 太满就没有余地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恨你爸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 我 我想啊 在我爸面前表现的是咱们家的顶棱柱 说话有权威一言九鼎 效果不错 你给你爸妈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是 他们挺满意的 你看 我爸妈 我希望咱们高兴 然后你又是我老婆 我也希望你能满意 所以我这不是来给你赔罪来的吗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呀 演戏是吧 行 我配合你 谢谢 谢谢 那你也得提前把角色告诉我 我也好尽快入戏吧 你 你天资聪明 我一个眼神 我就相信你会明白的 谢谢 谢谢 老婆 来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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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疼 疼 疼 轻点 轻点 按按腿吧 腰实在不行 疼 小米 瞧你这一惊一乍的 你怎么下地干活呢 你怎么下地干活呢 我下地 Ana 你怎么下地干活呢 我下地有什么 是你就自己 我脑的 我脑的 最快 你怎么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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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师 您谢谢 什么事 我是来叫乐文的 乐文呢 乐文在这儿